农村小哥剪石头 每天通过切石头啊 来发现石头的美 也可以通过玩石头 来了解石头的一些知识啊 如果你对石头不了解的话 也是很难剪到好石头 所以说玩石头 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啊 像这一块石头 如果你没有用心来发现 来钻研它的话 就感觉就是一个石头嘛 它有皮 然后里面什么也看不到 是不是啊 有些石头呢 也可以通过它的表皮啊 来判断里面一个大概的表现 像这块石头表皮的话 感觉这些啊 有一些白色的小块块 它这些白色的小块块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里面应该是有花纹 不然的话 它这个皮也不会呈现这些小块块 还有旁边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有点像一个水管的感觉啊 它里面也有可能出现这种形状 或者是一个眼睛的图案 打灯有透光 从这个透光来看 它有点偏红 但是有些石头 它只是表皮有点红而已 它里面不一定红啊 像这个地方打灯的话 它就有点偏黄的感觉了 像这种石头 外表的话 什么也看不到啊 只能说 给它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吧 从这些旧的断口可以看出啊 它很光滑的感觉 它也很平整 就证明里面的肉 它是很细 好 我们来给它切一下 估计 它里面应该是有花纹 这个石头 刚给它去了一点皮啊 发现里面是有花纹的了 现在把它盖起来了 因为有很多网友 比较喜欢听小哥那个经典一路啊 所以给大家报一下吧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美食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上面是有花纹啊 刚才通过这个表皮啊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它有这个白点 所以它里面肯定是有花纹的 玩石头的话 一定要懂看石头啊 如果你不懂看的话 哪怕是一个石头 摆在你面前的话 你也不懂得珍惜啊 打灯 它里面的颜色 基本上还是这么深哦 还是比较 暖暖的感觉啊 看起来也比较舒服啊 整个石头 不管往哪里去皮啊 它都是有花纹 然后这边也切了一点点 它也是有花纹进来 打灯的话 这个颜色真的是 看起来都喜欢咬一口啊 也有点像那个糖果的颜色 每天与您分享美食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 有点子 怎么回事 就来路上吧 有点子